其实昨天晚上夜盘台积电就在千元保卫战 最后不敌收在997 但今天尾盘拉上来是收在1005 只是这样的表现加上下午有法说会 好像不能阻止外资放空台股的决心 难道川普的话真的这么严重吗 就要来请教钟哥啦 空单水位在破历史新高 我们都期待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台积电法说说得很棒 就让他们今天赚明天被嘎 你觉得有可能吗 当然是有机会了 我们都刚才杜大师有讲过 其实台积电的法说今天真的是不错 但我们可以看到外资他的空单 在最近这几天其实他是有赚钱 照理说赵华如果你部位获利 应该会想要跑一点 如果我有4万口空单赚钱 我就走了 应该会跑一些 正常可能不会全跑 但他今天还加空 正常我们看到这样按照历史的经验 他可能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那这个就要特别小心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个质卡 那昨天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新闻其实都有报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流行的造型了 本来想叫来宾也都贴一个 现在美国很多人会贴一个这个 对之前大家都穿皮衣来录影 现在也都要贴这个 OK 那其实川普这个人 其实他还蛮可怕 就是大家都说川普投顾 他只要上线之后 大盘就会开始震荡剧烈 那你去看一下 例如说期货商的这个交易量就知道了 我们以前他在上任的时候 是2017到2021年 他有时候讲了一句话之后 当天可能就垄断 那虽然现在虽然还没有选上 但是已经开始展现这样的效应 你看昨天 那不仅仅是他 连这个拜登 昨天也针对半导体有一些发言 所以对全球的股市都有一些影响 那我们看涨跌幅就知道 昨天这个是艾斯摩尔跌的最凶 12.7% 他的这个财报大概 跟法人预期的有点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太惊喜 低一点点到展望上 好像也保守一点点 对 但是就是也不至于插到这么多 整体的半导体 其实就受到 这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影响 那我们右边来看一下 这个是加权指数的周线图 那很多人会说 这可能是一个灰犀牛事件 那灰犀牛跟黑天鹅 其实不太一样 灰犀牛就是说 我们可能已经知道 它会慢慢的形成一些效应 那在2017年 我们把它画起来 这一年到2021这个阶段 这是川普上任的时候 那他在任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股市就很容易往下蹲一下 蹲一下 而且这个深度其实都还蛮深的 但最后呢 它还是一个偏多的 所以我觉得 当他如果真的选上之后 我们投资人因应这样的这个操作 可能就是跌升买 那你不要追高 因为追高风险稍微大一些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讲出什么事情嘛 那现在说要收 对台积电收保护费 那怎么收 从以前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我们不是脚很多了吗 我们也买了军火了 我们也去那边盖场了 然后他们有人来的时候 感觉上也都带不少回去 当然他一定是觉得不够 他才会觉得 就是钱都被你拿走了 我不爽啊 我应该美国 我什么领域 我都要赚最多 所以他就会针对 赚很多钱的企业来去看 那我们看左下角这边啊 这是台积电这个法说会 那刚才杜老师已经讲过了 我们来看这个毛利率是53.2了 那我们都知道大摩在法说会前 其实针对大盘 针对法说会有三个情境 所以现在其实 20%发生几率 就是很好的状况 它已经发生了 那我给这个投资人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题 如果要符合外资 今年2024年的营收 其实在Q3跟Q4 大概都要到7500亿 因为去年的营收 大概是2.16兆左右 所以如果你成长25% 大概要落在2.7兆 所以你的Q3Q4 大概都要7500亿 那EPS呢 Q2是9.56 那如果你要符合一样 成长25% 这是基本的要求 Q3跟Q4分别是11.08 就是两季的EPS都要这么高 如果你稍微有一季 没碰到的话 你这可能又要蹲下去一下 但是这样加起来 就EPS会破40块了 破40块 那就是比较去年的话 就是成长了25% 这是法然的预估 那右边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 那为什么今天大盘跌那么多 那我们来看这一栏好了 这个是外资期货在这边 那这一波其实它一直在放空 那前几天其实到4万口已经创新高 那今天呢 今天的口数来到4万3千口 4万3千口 那这一样是创高 所以你看这个绿色做状体相当的长 那我们说这一条是台子期的一个月线 你只要跌破月线 你就要 因为月线之上的空档 把它当作避险单 但是月线之下你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可能就会复制像4月19号那时候 大盘突然跌得很快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我们看 它不论是期货选择权 它都偏向空方操作 就照理说你赚很多钱你要补啊 它不补 代表它看到了一些可能地缘政治会更严重 那除了外资之外啊 有一个好处我们帮多方的观众朋友打打气 就是扣扣约值还在100以上 因为今天还收在这个100之上 还是一个多方的格局 那散户的筹码比较可怜 而准确 我们来看一下 多准 它在昨天是不是翻空 对那两天对不对 你看这两天的下跌有多多 其实相当多 它翻多 它只要翻多 结算后翻多 是 就会比较差一些 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筹码面来看 目前是偏向3块1号 等于今天的小台也是一个做多 对 还蛮明确的 对没错 就是对筹码面来讲 这个盘会往空方 前进的几率比较高一些 大概是这样子 那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 全市场的扩扣约值 现在还是104 这个只要再跌或100 你可以观察下半周 如果跌到100以下的话 大盘可能会加速赶底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 没关系杜大师说 加速就 对 长痛不如短痛 痛一下就过去了 对啊 其实就是要蹲得比较低 才跳得比较高 这是我们体育选手正常的尝试 OK 中哥打篮球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其实台积电因为占权重太大 那它跟这个大盘 其实联动相当多嘛 那的人其实如果你把股票 我们看美国也是 美国其实你看那个 罗素2000指数 最近这几天差 其实没有跌那么深 昨天道琼还创高 那也不论是美国或是台湾 资金可能都往中小型的股票 去推进 那如果外资不是主角 那谁是主角 那就是本土的投信 本土法人大户 自营商也不是主角 因为自营商的买卖它会很快 因为他们公司可能会盯着 这群人的绩效 它的买卖就会相当快 那投信它可能会比较 总共比较长这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的选股也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选 投信最近五天 买超全市场前30名的 我们把它挑出来 那挑出来之后 还要营收创12个月新高 就是它是在经营绩效 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位置 那撈出来其实只有五党股票符合 只有五党都在上面 就在上面 两三千档股票只有五党符合 因为通常是筛出来很多 我帮你精选这些 但这是筛出来只有五党 对我用APP直接筛 其实只有这五党 对那我们来看 前三党大概是属于同一个族群 对不对 这就是金融股 很多ETF把它们拿进去 对你看像这个2880的华南金 那这三党一样 今天其实都没有跌 那其他两党 像这个上海商银跟永丰金 也都符合这样的状况 投信都买很多 对投信都买很多 那一样 像这个上海商银 因为它在前几天是除袭 那除袭之后 你会看到有个缺口 那人看技术指标会以为 怎么跌那么深 其实你这边就是可以逢低来做承接 那它的这两党的这个营收的年增 大概也都还不错 那尤其是永丰金 它年增率大概已经有两位输到13.8 那你看它的营收状况 大概都是一个创高 所以这三党是同一类的族群 那第四个是航空 华航2610 那今天是稍微下跌 那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暑假期间 你会看你周遭亲朋好友 常常都会不在国内 对 当然都出国去玩 你也去过了 我也去过了 对 所以航空运输 它的营收的确是在创高 你看六月份是175亿 年增 跟去年差不多 0.1% 疫情过后 这些股票其实都维持一个很高的基期 那我们看华航的营收 在前高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又持续的创高 所以大概都应该不会太寂寞 那最后一档是IC通路的大连大 这是全台湾最大的IC通路 那第二是这个文业 那第三是至上 大连大应该在全球都有龙头地位了 对 但是它的这个像这种做通路 就是问题就是毛利比较低一些 它营收相当多 像你看六月份营收是700多亿 它是年增30% 那当然受到AI伺服器影响 其实它在卖零件这些可能持续会往上 那毛利可能要控制好 如果控制好的话应该还OK 那投信最近五天也买了很多 买了1.4万张 当然也有一些的ETF 有把它纳入 所以我们看 你就用RSI来操作 待会我们下一页会教大家 你如果发现这五档股票 你都很有兴趣的话 那怎么来做操作 我们就直接用这一页来看一下 好 那左边这边呢 永丰金 你看永丰金它已经从左下角 一直跑到右上角 其实金融股这段时间非常强 对 是控盘的好工具 是很多这个主力也会做这些金融股 那我们在上一集 就是我来的时候有讲一下 那个RSI指标 我想很多人应该还记得 但是也有人不记得 复习一下 我们来看 这个指标在50以上就是多方 好50以上 我们以50定多空嘛 那我特别把这个50以上 化成一个红色的一个区块 所以你看永丰金 从2024年1月到现在 它在50以下的这个天数 几乎是看不太到 大概一两天 所以原本上都是一个偏多的股票 那我们说 这类型的股票 因为投信也买很多 营收也很好 你就沿着十日线来做操作 那今天看起来有点跌破 但是它的基本面还是在多方 所以你就可以等 那等什么呢 等这个十日线重新突破 站回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重新切入点 因为就有可能会复制像这一段 这一段不是站上十日线吗 那你往下看这边 是不是还在50之上 就还是偏多 那这个是永丰金 那另外一档是大连档 那看起来它的波动 好像那个1分K 就是震荡比较剧烈一些 对 因为它之前ETIF买的时候 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就是几涨几跌 从温和的股票变成 对 它以前 前几年它是很和缓的 没有错 那目前看起来 RSI它还是在50之上 那我们说还在多方 那今天有点跌破十日线 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纳入 你的选股池当中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类型的股票 投信买很多 而且操作 因为看起来也是有避险味道 对不对 刚刚那些股票 对 有点避风港 因为它们都没有涨多了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中哥你要给我们心灵鸡汤是不是 对 其实可以找一些股票 就叫做叙事待发的蒲玉股 好 那这几个字是中文 没错 中文 那所谓的蒲玉股就是 玉还没有膜的时候 不是看起来像石头吗 对啊 那它基本面一定是好的 是 那所谓的叙事待发 就是它可能现在 诶 正在下跌 是 所以有几个条件来选一下 好 第一个是RSI要小于50 那我们刚才说RSI50以下 不是空方吗 对啊 你不是说要50以上 刚才交过呢 对 所以现在它就是属于一个 空方的股票 那你要把它列入到 你的选股时当中 你只要突破50之后 它就是买点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呢 最近一个月的营收 要比去年同期增加50%以上 那这个就比较难一些 但很多股票其实也有了 然后最近世纪EPS 要大于5块钱 就是真的是赚钱的好公司 最后呢 最近一季的营收年增是20% 就是你的这个 例如说Q1 比起这个去年2023年的Q1 年增20%以上 那这样的股票 捞出来其实比较多一些 大概有10档 那一样 我们精选 全都列了吗 10档 没有没有 我们精选了6档 对 那我们来看喔 长龙2603档 大家都不会对它太陌生 可是今天抗跌喔 对 那我们看因为它已经 修正了一阵子 除期之后 大家都表现得不是很好 那其实马斯基发了一篇报告 他说鸿海的危机 会持续影响到 全球的货柜航域 是 对 那包括像上海 及装箱指数 现在稍微有点修正 但是其实没有幅度太大 所以我觉得它的机会 应该会有 就是它即将站上 10天的均线 那RSI指标 目前来到30 那这有点过大了 负贷力过大 所以可以偏向多方操作 那我觉得2024年 你看6月份的营收 是422亿嘛 那这个年增 然后这个 今年的 这个去年的同期是 221亿 所以才会有 这两个相处 就是年增这么多 这类型的股票 它的年增都会超过 我们刚才有个条件 都会达到我们的门槛之后 才会被拉出来 那EPS呢 我们看像这个长龙 22.46 那像这个至上 5.23 还有第三档的台光电 20.65 EPS都是够高 而且这个基本面表现的 都是相当好 这类型的股票 都可以留意一下 这三档也是耳熟能详的 而且像长龙之上 有个回档一段时间了 台光电今天也跌 对 那像同伯基板 台光电跟这个台阳 把它大概放在同一组了 那今天其实表现比较差的 大概还是像电子股 像我们捞出来 像这个技嘉 还有刚才商业的台光电 是比较差的 那这个德律 3030的德律 它是做检测设备 它是一条龙的检测设备 大概全球市占率 10到20% 大概是前三名的 那在AI的趋势 持续上升的状态 它的基本面 应该会越来越好 那EPS我们看 这三档 也都在五块之上 然后它的营收的年增率 跟这个Q1的EPS 大概表现都还是很不错 好 所以精选六档 大家可以参考 六档你在精选吗 对 对 我们在精选两档 操作怎么做 那样我们说 修正好多 受委屈对不对 长龙 那样长龙是不是 10天均线之下 而且RSI 目前是在30以下 那我们就可以留意 如果它回到10日均线以上 第一个我们先买进50% 就一半 那如果这边RSI再回去的话 你再买另一半 那像台药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靠近 10日均线了 而且RSI有点靠近 所以只要一根红棒的话 应该就有机会 所以钟哥鼓励他们一下 你是很有潜力的 对 加油加油 好 受委屈的股票好 希望能够扬眉吐气啦 这边非常谢谢钟哥